小潔只要緊張呢 就會想要喝甜食 本來要泡的是那個奶茶 可是呢 因為距離禮拜五啊 剩沒有幾天了 我如果再喝奶茶的話呢 會來不及瘦 大家應該就是都在整理行李了 可是小潔就覺得就是 我覺得只要人胖呢 穿什麼衣服都不好看 所以呢 我就是奶茶先別喝 那現在泡的這個是那個 烏眉香濃醋飲 我覺得還蠻好喝的喔 就是可以減化我現在就是有點稍微那個的緊張 又想喝飲料的感覺喔 嘿哈囉 Eddie 晚上好喔 我先喝一下飲料喔 冰冰涼涼的 果然醋飲是ok的喔 對 相對於那個奶茶來說的話 對 不一樣的風味喔 好 那我們先來個開場白喔 小潔安心食堂 線上直播 分享料理 還有抽獎活動 歡迎朋友們再會來到朗園 今天的直播是與真好賺愛醬合作的 所以只要朋友們完成指令就可以參加抽獎喔 醬品啊 就是我們那個風味醬 愛醬 一共有三個名額 每個名額有一瓶 那風味的話呢 是隨機喔 就是我們的咖哩 蒜辣跟紅蔥 這三個呢 都非常非常的百搭喔 用來煎 煮 炒 炸 乳 當蘸醬都非常適合喔 那今天要用的這一瓶是我們的蒜辣風味喔 我們用它來做什麼呢 我們用它來做一個很簡單又很下飯的那個 豆瓣鮮 豆瓣鮮科 豆瓣鮮鵝 豆瓣鮮豪喔 怎麼唸 我們通常 小潔通常都會唸鵝仔喔 所以我們就來講豆瓣鮮鵝喔 都可以通 都可以通 那那個豆瓣鮮鵝的那個主要材料呢 就是我們的鵝仔喔 鵝仔呢 你到市場去買的時候啊 它有袋裝的 然後也有就是 一顆一顆就是散裝的喔 那小潔今天買的呢 這個是散裝的喔 那買回來的時候呢 先別急著要洗它 就是 要吃之前再洗就可以了喔 那小潔呢 剛剛已經稍微把它沖過兩次水了 那這個呢 搭配我們的那個配料啊 這個是酸菜喔 那個整顆的 小顆的 跟那個客家酸菜不一樣喔 是那個 就是一顆球的酸菜喔 我們把它切一半 然後把它切成就是 丁塊狀喔 這樣子拌飯的時候呢 比較方便吃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 喔 杏鮑菇 杏鮑菇 對 這是杏鮑菇喔 杏鮑菇我們就是 水稍微沖洗過之後呢 用廚房紙巾把它吸乾 然後呢 把它一樣把它切成丁塊狀喔 那因為那個 拌料的部分呢 有一點點綠色會比較漂亮喔 所以小潔這邊準備的是蒜 那蒜的部分呢 我們把它斜切 斜切成小段喔 那當然調味的部分呢 就用我們這一瓶喔 愛醬的蒜辣風味 一瓶底多瓶喔 不用其他的那個調味料 它這個裡面呢 本身就有豆瓣的風味在裡面 然後呢 它也有醬油調味 白胡椒粉 還有花椒粉喔 一些就是 那個老闆的獨門配方 然後呢 就是餐廳級的獨門配方 只要有這一瓶呢 我們在家裡面 也可以輕鬆料理出 餐廳級的料理 那現在呢 我們就是一邊炒料 一邊來處理我們的蚵仔 喔 現在的蚵仔沒有中秋節 因為那個中秋節呢 是烤蚵仔的那個 就是大節日喔 通常你養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呢 就會為了中秋節賣出喔 所以呢 現在蚵仔真的 我找了好幾攤喔 一個是跟我說 現在蚵仔都很小顆喔 所以起來口感不好 所以他們沒有賣 那一攤呢 就是沒有開喔 那小型找到這一攤呢 喔 這一攤的蚵仔我請老闆幫我挑比較大顆的喔 因為我也很怕就是 縮了水之後啊 他這蚵仔 縮得不知道人啊 但是我們今天有一些就是 小撇步喔 小撇步嗎 應該大家都知道了 可以讓我們的蚵仔呢 不要縮得太嚴重喔 對 那我們先來炒我們的料 那一邊炒料 因為炒料需要時間啊 所以呢 我們一邊炒料一邊來 處理我們的蚵仔 那這個呢 是等一下要燙蚵仔的水喔 所以我們先把它煮開啦 好 這邊呢 準備一個炒鍋喔 嗯 熱炒店 必備菜喔 但是我們在家裡面呢 輕鬆煮就好喔 不用擁有太大火喔 因為有時候也是怕那個 對 不然每次去那個 熱炒店真的都會點這道菜來吃喔 喔 算沒有比較便宜喔 之前很貴 好像是耶 可是我今天買這一根呢 也要35塊喔 也不知道是貴還便宜 欸 哈囉 安安 晚上好喔 小小臉 晚上好喔 嗯 黑色喔 嗯 對 因為我最近在整理那個 就是 要出去玩的衣服喔 後來發現我真的斷捨了一個頭啊 我衣服全部都在樓上啊 打包得很好有沒有 根本就沒有拿出來穿啦 所以呢 就是 對 以為樓下都沒有衣服了 結果以為我的衣服都已經就是 都已經送了 還是就已經丟光了 結果沒想到 全部都在樓上的那個 櫃子裡面喔 對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先來炒我們的料 炒料的部分呢 先炒我們這個 這個是酸菜喔 酸菜呢 你經過油炒之後啊 他那個酸香 喔 他的那個鮮酸 那個叫鮮美的部分呢 就會讓他炒出來喔 那我們先 鍋內呢 先不要加水 我們先把我們的那個 這個是什麼 酸菜先倒下去 把他的水分呢 稍微把它炒乾 因為你那個酸菜呢 它本身有一些鹹味喔 你在處理這個酸菜的時候啊 稍微就是把它撥 撥開來 然後洗乾淨 那洗乾淨之後呢 稍微泡一下水 對 讓他的鹽分呢 釋出 不然有時候啊 你如果沒有 就是泡一下水的時候呢 他那個鹽啊 會太死鹹喔 對 阿所以呢 我們現在只是要他的那個 梅香味喔 好 現在火呢 稍微開油一些些的大喔 因為我們鍋子呢 是冷的喔 喔 從 下雨對不對 瑋瑜是不是 是下雨 欸 你不是沒有煮飯嗎 那個廚房整修還是有在關心那個我們的菜價喔 對 因為小潔呢 算菜農嗎 就是喔 還是會去了解一下菜價喔 可是因為買的不多喔 所以就是 該貴的時候還是給他貴喔 可是就是如果家裡面的成員比較多的時候呢 真的 有時候呢 你這邊省一點 那邊省一點喔 其實就是一個月省下來的那個菜錢喔 就還蠻多的 現在呢 我們鍋子的溫度已經上來了 我們稍微把火轉小一點 我們只要把這個專菜的那個水分浸出來而已喔 並不是要把它炒到那個 就是超會搭喔 所以呢 我們現在把火稍微關小一點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 水分釋出 我們炒著炒著 我又忘記我要處理我的蚵仔喔 現在呢 拿一個那個 鍋子 然後把我們的蚵仔呢 倒到那個裡面來喔 這個呢 小潔啦 就是買回來的時候呢 它有一點點的黏性喔 所以呢 我剛剛沒有 就是要煮之前 才把它稍微把上面的黏液呢 沖掉 那我們現在呢 再洗一次 喔 有沒有啊 它稍微 稍微就是摸一下這個 就是裙子的地方有沒有那個殼喔 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可以把水分給沖掉了喔 不要泡太久的水喔 稍微清洗一下就可以把水沖掉了 那這個呢 蚵仔呢 就清洗完畢了 好 現在那個 我們再回來我們的酸菜這邊 稍微炒給它乾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盛出來了 好 因為我們要接著炒我們的那個 杏包鍋 因為我們要接著炒我們的那個 杏包鍋 稍微把火關掉喔 稍微把火關掉喔 那如果喜歡吃甜的朋友呢 可以加一些些的糖進來喔 這時候我們把我們的那個 杏包鍋呢 切成丁把它加進來 一樣我們開小火 炒到它的水分呢 四出 YNG 燕嗎 晚上好喔 蚵仔很難處理喔 欸 奧斯坦太太晚上好喔 蚵仔呢 就是 對 吃的時候呢 就是 吃的時候呢 就是 吃的時候呢 就是很好吃喔 然後有時候都會嫌說 為什麼蚵仔就是這麼少喔 結果原來是那個蚵仔呢 就是 還蠻不好處理的喔 就是你要防止它會破掉喔 就是你要防止它會破掉喔 有時候那個蚵仔 如果你太大力的時候呢 它破掉之後啊 那蚵仔就 口感就沒有那麼好了喔 喔 我們現在呢 稍微把它炒一下 它那個外面的部分呢 就會有一些些的焦 那個就是 煸香的那個 變成黃色喔 讓它的水分炒出來的話呢 我們等一下那個杏包鍋吃起來會比較香 它會有一個 就是 口感也會比較好 喔 那個水在煮喔 稍微喝一下那個 我的飲料 好 稍微喝一下喔 老熊今天晚上有一點點比較冷喔 但是裡面還是要吹冷氣 因為裡面的溫度呢 它外面還是有差的 那最近呢 有下一些些的魚喔 不知道你們那邊會不會 有沒有下雨了 喔 我要用菜拌門抓一下 然後再用清水清洗一下 你看喔 嗯 有 那個 有沒有我們稍微那個杏包鍋呢 加熱之後啊 它那個水分有沒有就釋放出來囉 欸 我這樣子應該看得到啦齁 我每次炒著炒著都沒有注意到我的鍋子朋友們看不看得到 因為我下面是一排字啦 所以就沒有注意到它了 炒到它那個水分釋出 那個 有 之前的時候呢 我洗鵝辣齁齁 我會用那個就是麵粉稍微抓過 可是因為最近呢 你知道最近我就是 沒事嘛 沒事都在大掃除喔 就發現那個水管啊 喔 其實就是 就是最不好處理就是水管喔 那因為現在水管呢 被我處理好了 就是把它那個 就是放一些清潔涕下去 比如說蘇打水啊 醋啊 下去 清洗水管之後呢 我就發現就是 我不想要再太多的那個就是 麵粉在我的水管裡面喔 對 所以呢 按你說呢 這個啊 你可以用那個 剛剛瑋瑜有建議的喔 你可以用一些太白粉稍微抓一下 可以把它那個表面的一些就是 就叫什麼 就是 黏液啊什麼把它抓出來 洗的話會更乾淨 那其實沒有洗的話呢 其實也是 沖沖也是ok的 喔 你現在炒出來之後呢 它的水分呢 稍微就是 已經蒸發了喔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杏鮑菇呢 就是 裝起來了 有炒過的杏鮑菇呢 口感會比較好 然後它也會有一個去生的那個 作用喔 因為有時候菇類的話呢 小孩 我覺得大人還好 小孩很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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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嫩喔 他都覺得菇有個菇的味道 那我們炒過的話呢 它的那個菇的味道呢 就比較沒有那麼明顯的 然後香氣也會比較足 好 那我們現在稍微換一下鍋喔 我們等一下要來燙我們的蚵仔 所以呢 這邊繼續讓它就是 保持在滾的狀態 那這個蚵仔呢 我們拿一個盤子 稍微把水瀝掉一下喔 因為水太多的話呢 它等一下那個 沾附那個 太白粉的那個狀況呢 就會沾很多喔 對 我們拿一個盤子呢 稍微把它鋪平 這火稍微把它關掉 因為它有點太熱對不對 對 我這邊可能有點手腳慢喔 這個把它鋪 鋪平之後呢 我們加一些些的 地瓜粉 喔 酸菜 欸 蘇蘭晚上好喔 謝謝蘇蘭 謝謝蘇蘭 再次感謝你 看到你 我一定要跟你說謝謝喔 謝謝你幫小潔衝票喔 我快掛了 我哪裏知道那個好資產的比賽這麼誇張啊 我真的快追掉我死喔 謝謝蘇蘭 有益氣 對 好 那個回來喔 我們來 那個 處理一下我們的蚵仔喔 這個呢 是地瓜粉喔 就是台灣的地瓜粉 不是那個素薯粉喔 好 那我們在那個 平鋪這個蚵仔之後呢 我們把那個地瓜粉呢 撒在這個蚵仔的上面 好 均勻的撒在上面 然後讓它靜置一下 稍微搖晃一下喔 讓它靜置一下 讓它靜置一下 反面呢 不用在那個 特別去給它 就是 撒那個的地瓜粉喔 因為一面就夠了 然後讓它靜置反潮 這樣呢 我們就不用用到我們的手喔 真的 謝謝蘇蘭 真的 衝跳真的超累的 蚵仔姐已經跟我就是 發出那個警戒了 對 她說 媽妳在叫我衝跳好不好 我就離家出走 沒那麼誇張喔 因為阿清哥給我跑掉了 我沒辦法叫他幫我衝喔 只好就是拜託的薇薇姐幫我衝那個 衝那個票數喔 真的 你只要稍微沒有盯到 我兩天沒有盯到喔 我可能就是那個貴兔賽跑裡面那隻兔子喔 有些就是 驕傲覺得我已經穩居低了 然後後面還離我很後面阿 我就不管他了 結果 哇 我就這樣 輕敵的情形之下 我就活活的被人家追過去了 結果呢 小時候教小朋友 不要就是學那個 貴兔賽跑裡面的兔子了 結果我媽媽做的最壞的示範喔 還趕快拜託薇薇姐喔 說原諒媽媽就是就是敗兔子喔 幫我媽媽追一下票 對 真的 好 我們現在那個蚵仔呢 靜置大概兩分鐘之後 它那個顏色呢 有稍微就是 就是 反潮了喔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就是 再把火開起來 我們要把火開滾 滾了之後再把火關掉喔 對 現在呢 現在有追上來第二了 欸 不對 不對 第三了 追上來第三了 但是呢 第四跟第五呢 離我很近 我跟你講 我有了前車之間呢 稍加不留意呢 我可能很快就去追喔 所以我現在就是 眼睛齁 沒事就盯著我的票倉喔 只要稍微有人追了 追過我的之後呢 快要追到我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就是去拜票喔 對 領培真高啊 以後我不會了 我這次比賽完之後 我以後再也不敢了 對 沒有比過這種 就是 就是項目呢 都不知道說這個比賽的辛苦喔 對 還是就是 對 乖乖投稿就好 不要去比那個衝票的 對 喔 現在我們等它水滾上來喔 然後 現在已經滾了喔 微滾了 我們就可以把火關掉了 因為這個蚵仔呢 不要太高的溫度喔 太高的溫度呢 它下去之後它就會縮水喔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把火關掉了 然後呢 有一顆最肥的 我們先推這一顆下去 先推它下去 一顆一顆放喔 因為怕它們就是 經過那個 一次下去的話 它們會黏在一起喔 所以一顆一顆下去 讓它們各自獨立喔 有的蚵仔好小顆喔 有沒有 我們用這個方法的話呢 我們就不會因為在那個地瓜粉的關係 手呢 就是弄得髒髒的喔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稍微把火再開起來 然後稍微推一下 先別推好了 先別推 因為推的話呢 它可能會那個 黏住喔 現在火開起來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們剛剛放蚵仔的下去的 時間不 前後不一 那如果火一直保持的話呢 前面放下去了 它會縮水 那後面的部分呢 它可能會沒那麼快熟 那現在呢 全部放下去之後呢 我們再來開一次火 讓那個蚵仔呢 可以稍微浮起來 春菜 欸 你有聞出來了嗎 嗯 我有炒過 春菜白鵝鍋的味道 真的 春菜白鵝鍋 超開胃的 喔 下魚王慢慢來喔 對 超厲害 然後呢 現在就是火稍微有點滾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火關掉了喔 因為這個蚵仔呢 我們還要煮 進行第二次烹調 所以呢 我們也要把它煮到熟 只要就是表面凝附就可以了 那這時候就可以把那個水沥出來 喔 我們的蚵仔 喔 處理好的就是蚵仔長這樣喔 它就是有點熟 然後呢 利用餘溫 它中間的部分呢 也會非常的嫩透 喔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先放到邊邊來 然後可以炒我們的那個 料了 喔 剛剛的炒鍋呢 現在就拿回來了喔 喔 最近的鵝仔不便宜喔 我跟你講 我一個禮拜 對 不便宜 我現在想到了 他說呢 吃蚵仔很好 因為蚵仔呢 它可以補鈣 然後最主要呢 蚵仔裡面有那個吸 鈴 有那個鈴 它可以幫助我們身體鈣的吸收喔 有時候你鈣吃一堆 但是呢 沒有鈴幫助吸收的話呢 那個 你吃鈣也沒有用喔 所以這個蚵仔呢 就是可以補鈣 但是呢 就是量也不要太多喔 因為蚵仔吃太多的話呢 就是 營養會過剩喔 對 這麼大不錯的喔 對 有買到這麼大的喔 就是請老闆娘幫我挑的喔 對 我說 如果你沒有挑大顆的給我的話呢 我直播啊 Q彥仔人家就看到了 很多的海人都不知道 這一鍋是在煮什麼喔 對 那現在我們 鍋裡面倒入適量的油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這個 酸菜喔 先放下去炒 好 均勻吸附油膜 因為那個酸菜呢 它有一些些的油呢 比較好吃喔 那如果你一開始的時候 就加薪包菇的話 薪包菇它很會吸喔喔 它的油就完全被薪包菇吸進去了 所以呢 我們要先炒的是那個 酸菜 然後呢 這個 蒜苗 蒜苗就看朋友們喜不喜歡 小潔非常喜歡吃蒜苗喔 而且加了蒜苗之後呢 可以增加我們的那個 就是顏色上面的豐富喔 所以小潔就是加一條下來 然後一樣稍微翻炒 讓它均勻吸附油膜 接觸油膜 海牛奶 哦,哦,哦,厲害,真棒 原來那個我們的蚵仔也有海牛奶的噴哦 嗯,可以補鈣哦 超香的 哦,有沒有,我們加了一點點綠下去呢 就感覺非常漂亮哦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那個杏鮑菇呢 剛剛炒好的加進來 哦,炒完的杏鮑菇啊,它那個體積有縮小了哦 那水分也刺出了 哎,有沒有覺得感覺很香啊 嗯,很香哦 這個呢,拌拌菜啊,當成那個就是便當菜哦 非常讚哦 當然,我們今天加了蚵仔之後呢 就不要再當便當菜了 只是這樣的話,當便當菜非常非常適合哦 那這時候呢,就可以加我們的這個愛醬哦 蒜辣風味,一樣我們擠大概三圈的量 單手就可以操作了哦 哦,這個呢 不用再加鹽巴了,它這個裡面有鹽調味 然後它的調和油呢,是橄欖油哦 非常的那個健康 哦,香噴噴 它這個 愛醬的蒜辣風味裡面呢,就有豆瓣的成分在裡面哦 所以你現在聞呢,就有聞到一個豆香的味道哦 口水,忍不住就給它流下來 哦,這時候呢,因為那個醬料進來的關係啊 我們把醬料炒香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稍微把火關小一點 這時候我們可以加一些些的水進來 使的量呢,不要太多哦 就是稍微可以讓那個醬,然後均勻 讓那個食材吸附,這樣就可以了 你如果水加太多的時候,它有時候會變成湯哦 然後讓它微煮一下 然後一樣,我們現在再加一些些的水 我們等一下要來勾個芡 然後讓那個醬汁呢,可以巴附在那個食材上面 我加大概一大匙的那個太白粉 再加一點點,因為我那個水的量有比較多哦 把它拌勻 如果喜歡吃甜甜口味的朋友呢 這時候你可以加一些些的糖進來哦 調整它的風味 但是因為小姐減糖啊 覺得這樣就很OK了哦 很香的啊,就很好吃哦 這個,這一道非常非常好下飯 這時候呢,我們的醬汁呢 都已經吸附在 食材都吸附醬汁了 我們就可以把剛剛的這個蚵仔呢,倒進來 哦,每個人都肥滋滋的哦 現在講肥滋滋好像 不會被倒了 好,稍微把它翻炒一下哦 如果覺得顏色不夠鮮豔,或是味道不夠的話呢 我們還可以再加一些的愛醬進來 稍微翻炒一下 稍微翻炒一下 因為我們那個醬料啊 它是橄欖醬才會合油哦 有沒有看到,我們稍微把它翻炒一下 它就已經炒散了哦 好,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那個 這個哦,勾芡水 加進來 一邊加一邊調整 哦,那現在就可以把火關掉了哦 好,因為它那個濃稠度的關係 我們發現,那個 有時候如果你火一直開著的話呢 我們那個地瓜 粉的勾芡水呢 它會太過於黏稠哦 所以你可以把它火關掉 然後利用餘溫呢 讓它那個可以 就是調整它的濃稠度 哦,這樣就OK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那個 炒好的那個料呢 把它盛出來 哦,超香的 我這樣呢 一邊煮一邊流口水 超肥的 看起來就好好吃哦 不客氣 好 嗯 嗯 嗯 稍微把那个盘子的边边呢擦一下 如果这时候呢 有那个红辣椒上面增色的话呢 就更漂亮了 很下饭 肚子饿了 白饭杀熟 红葱酱哦 对 这就是加红葱酱 也很适合哦 真的哦 做上盘哦 没什么 对应该都是那个汤汁比较多哦 那给朋友们看一下 我们那个好吃的豆瓣鲜柯 鲜鹅 鲜 鲜 好 豆瓣鲜柯就做好咯 给朋友们 汤汤一下哦 要试试的趁现在哦 对 哦爱酱咖喱煮面哦 对真的真的 好谢谢Elly提醒了 我们来拍张照哦 这样够进了哦对 好现在呢我们来试吃我们的那个料理 我呢本来应该煮白饭了 可是刚刚呢跟陈先生去吃饭啊 我吃了一大碗白饭哦 回来之后呢就没有再煮白饭哦 所以呢我们现在来单吃看他是不是好吃的下酒菜哦 哦肯定是要来个鹅啊的啊是不是 哦 有没有一个鹅啊超肥的 然后呢配一些的那个酸菜 然后那个杏鲍污增加扇食纤维哦 然后一些些的那个蒜苗增添色彩上面的丰富哦 来吃一下 果然肥就是好吃啊 那鹅啊超嫩的 然后你咬下去的时候呢 你咬到那个酸菜的酸香哦 嘴巴有那个哦 有那个什么 爱酱的那个豆瓣的咸香 真的很下饭哦 我们既然拿一碗米饭来喝 你咩咩咩咩哦 对 真的 这个配酒很好 可是没办法我不能再喝酒哦 我们来喝这个醋饮哦 对 白饭散啊啦 礼拜五就要出包了 我现在还要几公斤在身上呢 对 我们再来吃一颗 我们刚刚有颗超肥的有没有 我们把它给撕掉 那颗超肥的呢 感觉就是 吃起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口感 爆浆吗 不是耶 是他耶 可是这颗也蛮肥的 这颗也蛮肥的 这颗也蛮肥的 这颗也超肥的 补补120 超大颗的哦 超 他这个就是裙子的部分呢 他有一个特别的口感 我觉得很好吃 超好吃的 那你在处理的时候啊 要记得 稍微 裙子的地方呢 那边要稍微就是摸一下哦 因为有时候那边会有壳 那你如果吃的时候呢 吃到壳就跟你吃鸡蛋的时候很开心 因为咬到壳一样哦 会 会就是大打折扣 对 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呢 那个裙子的地方呢 你稍微就是要把壳推一下 摸摸看有没有就是硬霧在里面哦 有没有哦 再吃一颗 听说呢 每个人一天吃一个就够了哦 我今天吃了三颗哦 盖应该补到什么 天荒地牢了哦 非常好吃 用我们的这个就是 爱酱风味酱呢 一瓶 然后就可以做出这么好吃的那个 豆瓣鲜蚵 有机会的话呢 朋友们可以在家里面吃着做做看 假战 对对 睡渴 咬到瘦 我跟你讲 那个假牙呢 都会坏掉哦 就是有时候就是做 不要说假牙 假牙的硬度有时候还够 有时候真牙真的就是欲哭无泪哦 那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这边就是告一段落了哦 那下次的直播呢 等小杰也就是玩回来哦 就是把一些就是作业写完后 我们再来安排就是直播的时间哦 对 那谢谢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晚安喽